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就要看看今天的四位老师是如何帮助嘉宾朋友做出情感困惑的 先了解一下这对夫妻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都是一路吵吵唠唠唠地过来的 但是我最近真的很失望 我的性格一直都是这样 不喜欢跟人斤斤计较 但是他对于钱方面太看重了 不是我对钱看重 而是这个家都是我在攒钱 他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这两年他想法越来越多 两个人的钱分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是想知道我们俩到底谁错了 到底还应不应该在一起 我也是想得到一个答案 这段婚姻是否还可以继续 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陈先生50岁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陈先生 邓女士50岁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陈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四川什么地方 四川的已经 结婚多少年 26年 几个娃 两个 男娃女娃 一样一个 都结婚了吗 孩子 没有 那个大女儿现在在成都上班 小的个儿子还在 我们那个市上那个植高 今儿来是为什么呀 平时我们两个就是产生了很多矛盾 然后希望得到各位老师和主持人 指引我们能够他 对他有点改变 出现了什么矛盾 反正有很多时候我对他 那个不满就是他喜欢去玩他自己的 比如玩牌啊 跟朋友一起去玩 反正也是不喜欢在家里待着的 家里待不住的 平常的话除了上班的话就是 喜欢打麻将 这个是我一个爱好 当然就是打麻将的时候非常多 比方说周六周日没上班都会打 或者说逢年过节的话都会打 这家谁管钱 都是我在管钱 因为我不喜欢让他管嘛 那个钱管了我就怕他拿去打牌 他根本就没有钱给我 他打工上班真的钱 基本上是自己用完了 这个事情完全不能认同 以前在深圳啊 从零几年02年开始的话 从在深圳那边打工 10年的话 公司那边把我这边调回成都 调回成都的话 他也跟我一起回到成都这边来 那个时候我们 当然在成都也没钱买房 就在老家准备在老家建房 2002年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工资只有500 03年就600 700 800 我的工资就是在深圳那边 加了1000多块钱的时候 1500 1600 1700 但是从05年以后 05年以后到07年08年 当时在深圳收入多少 我在深圳的收入是 我在厂里面上班的收入 应该有加班嘛 加班有3000左右 这个时候 那两个孩子 是跟你们在深圳 还是在内疆老家啊 最小的小孩 我是在深圳生的 生了 然后家里面两个人收入不高 然后我几个月 我就把小孩带回家 我就希望他妈给我带嘛 我是想带他9个月 或者10个月 把那个奶割掉了 然后我就出去打工 然后他妈也不带 然后我只叫我的 我的娘妈给我带 然后我就出来打工 那个时候小孩 就一直在家里面 我们也没拿个钱 回去跟我爸妈 我老爸老妈 因为年龄那么大 还要做农活 还要带小孩 我想的真的是 我老爸老妈很苦 其实就是两个孩子 自己都没带嘛 对 就是在深圳打工嘛 对 那就说在深圳期间 你也打麻将咯 对 对 这一点也是我的一个缺点 当时在05年以前 生活费还要他的支援 当时如果是条件差的话 没钱的话 还需要他去 带老乡 回家的哪里去 也接着做生活费 这点的话 我稍微理解 所以这个生活里的事 你稍微问一下 你就知道了 咱把常识一对 就对出问题了 在深圳打工八年 到一零年说 回内疆 买不到一套房子 那要不是没好好打工 要不然那钱 就不知道被怎么祸祸了 等于你们家的钱 就被你祸祸了呗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是 一零年之后呢 就回来了吗 一零年回来之后 我一起跟他一起 一个公司上了 应该是上了一年吧 他就是我行我素 然后辞职出去了 就这几年到现在 都是三天两天 一会儿换工作 一会儿换工作 然后就几乎没有这个钱 然后也没的钱给我 给他管 我们这个家庭 搞得现在这个样子 房子买不起 也就是因为他打牌 虽然说他的工资交给我 我是一直省吃节用的 然后把这个钱存在那里 一说他打牌 我就跟他沟通 我说你别去打 他不但不听我劝 然后还凶巴巴地凶我 然后说你觉得我这个日子 过不好 你给我两个日子过来苦 你可以滚了 他就这样骂我 然后我还包多钱 去给他还债 好 除了钱之外 还有什么对他不满意的 除了钱之外 然后我就说到 我老爸老妈 他那个房子是土房嘛 快要打掉的是不是 然后我姐姐妹就商量 就说要跟我爸妈修房 我爸妈也是拿不出钱的 也是比较艰苦的生活 然后我就回来跟他商量 我说反正钱就不多 我去借一点钱 然后给我爸妈 我姐姐妹先抽一下 给我爸妈修房嘛 他就反对 他就凶巴巴地骂我 就说你要拿钱修房子 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同意就是说 那个哥老爷父建房的原因 因为我还欠我这边 我老爸老妈 三万块钱左右 三万块钱左右 是怎么来的 儿子跟以前女儿的生活费 一个月两百块钱 我们两个人在外面打工 累积起来的 累积起来差不多就是三万块钱 包括他就是平常 我老爸老妈在家里面 需要跟儿子教什么东西 一些乱七八八 反正我老爸写了一笔账 在那个地方 我说你当时你有钱 支援娘家建房 我说他怎么没有钱呢 还债 还有一个就是 老爷父已经八九十岁了 是不是 你 他大姐他四妹 这三姐妹都凑了个钱 万一老爷子跟那个岳母 这边生个大病 有个什么事情 还须不孝大家来凑了个钱 是不是 凑了个大姐 大家都拿不出来 到时候有钱 所以说我这点是 是完全反对的 你把个钱放在那里 是不是 他到时候真正的有 有急用的时候的话 再把个钱拿出来 不是一样吗 这个钱的事我听明白了 还有其他的钱的事吗 就今年嘛 就今年四月份 大概四月份左右 我也想去在成都买房 我一个人商量也是反对 有钱吗 去成都买房 他就想买一套公寓 可能也就是二十块钱左右 那个就是一间房子 那种小房子 公寓式的房子 可能大概要花二十块钱左右 当时的话他 二十万左右 他不是说给我商量 他就说他就 我说你哪里来钱是不是 你买房是不是 你又把那个叫什么钱 给了岳父那边一些 家里面的话 平常还有一些开支 加上你自己的话 做点美容 乱七八糟的 虽然说这个钱是你自己挣的 但是我这边没钱 我当时就是好奇的 问了一下 你哪里来钱 他说你管的我哪里来钱 我没钱我不可以 向朋友借 这个首付的钱我还能借得到 是不是 我 我的主张是不买 要买房子的话 多缓一两年 不管 在成都 我估计买房子是 是比较困难 因为一两万块钱一个平方 我就说到时候 回去 回内疆去 那个买一个一百平方左右 那个 但很快的 是不是 现在两口子一个月 一万多块钱一个月 你那一点点的话 又关什么事情嘛 是不是 但是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你的规范 你想怎么规范 你当时 当时我给你 给你讲的是怎么说 然后一说就吵起来了 我说你 你不能买了个房子 你当时跟我来一句什么话 管你求死 又不是你的钱 26年了 日子过成这样 对啊 还要止入明更 通过主持人或各位老师 就指引一下他去改变 他不要再打牌了 改啥呀 26年了 打年轻的时候 就这样 但是我原来他打牌的时候 马上五十岁了 还这德行 对啊 他原来打牌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期望他 老了一点 会改一点 会为家 为中心 不要以自己的 国人的中心去生活 所以您是希望他 回归家庭呗 对啊 然后打牌了 什么都不管 然后又家里面 什么事也不会做 然后我还要 假如回来 下班回来 我要买菜煮饭 洗碗 洗衣服 这个我打断一下 在 14年 13年 我们在一起上班的时候 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月 你 你应该会承认 我是 买菜洗衣做饭 一样都没有让他做 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不让他做一次 我的天哪 太伟大了 不是 您的形象立刻就光辉了 高大了起来 不是 不是我自己光辉啊 二十六年就干了一个月 这个活儿 你就拿出来说了 问题出在哪儿呢 最核心的问题 是对这个家庭有没有责任 对吧 是这个男人 对家庭有没有责任 是这个男人 对自己有没有责任 是这个男人 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得不对 你妻子提的是 这个核心问题 他有没有问题 他有他的问题 现在你回答我的三个问题 你觉得结婚二十六年 您对这个家庭 尽了责了吗 当然说责任肯定是没有啊 没有是吧 对 你对你自己负责了吗 对我自己也没负责 那您还说什么呢 我今天走到这里 不是 那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因为我老婆的话 对我 对我的父母 对家庭整个来说 我可挑剔 都是比较好 但是在二十几年前 给我结婚的时候 可能我当时 稍微有点激动啊 因为怎么说 当时我这样子 骂他一句 要不然你就滚 早一点滚 哪怕我就是单身 我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这样子 跟我在一起的话 说不定哪一天 我一激动或者 我还会动手打针 就是心里面毛躁的要死 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 二十年前或者 我就已经这样说过了 你非得要留在我这边 如果是用我 我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这么贱呢 对 我当时也就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吧 这玩意儿干嘛呢 那你现在就不要 让我扯这些 我既然你早就知道 我是这种人 我的天哪 你怎么 你怎么 他是这么个逻辑 二十多年前 我就告诉过你啊 我是一烂人 你愿意跟我过跟我过啊 你要跟我过 我就这德行啊 二十六年之后说 你跟我提什么 我二十六年前 我也没有告诉你 我告诉你了吗 你活该你愿意跟我过 我觉得这已经很过分了啊 就当时去计划 过不过分 你过不过分 我觉得你既然要跟着我就不过分 行 行 那个因为 因为在 他活该 在 他傻 哎呀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他的意思就是你活该跟我 我就这样 所以他现在还要跟他情算 因为怎么样 我跟他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啊 觉得的话 两个人的痛苦 包括我女儿就说 你们俩怎么 我就我都不知道 现在女儿对婚姻的 他就说他都有点恐惧了 看你们两个这样过啊 你闺女儿以后觉得 也嫁得像你一样的男人 那是他的命 他如果是 如果那个男人 照同样的话 照我这样说他 如果他还赖在哪里了 那你自己活该啊 你自己的原因在做 来吧 你听听老师怎么说你 行吗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他对你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丁点爱意都没有了 但凡有一点 哪怕他控制不住 自己去打麻将 他心里是内疚的 你懂吗 他觉得 哎呀我对不起你 我有打麻将了 那我是不是对你 稍微好一些 或者我对你的家人 稍微好一些 他有过吗 没有这种心态 你别说把他当成一个爱你的人 就算没有爱了 算是一个家庭的合伙人吧 是不是 他躺在那个下面 对吧 一边玩耍 一边看你在爬那个悬崖 对吧 要照顾孩子 照顾女儿 照顾老人 看你爬也就算了 还说说风凉话也就算了 他往你往下拽石头 你自己挣了钱给老人 都不让 都还要骂你 这种人 你要他何用 要我说就是一纸修书 再见 不对 再也不见 啊 谢谢厉总 来来来小文 就真应了那句话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倒不说 一定要有房子才有爱情啊 不是这意思 但是最起码大姐跟了你这么多年 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吧 用你的话说 他就想买个二十来万的小什么小公寓 怎么怎么的 你不想想他为什么 他买太 他不想住四十平米 六十平米 八十平米 一百平米 一百平米 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吗 住得上吗 靠谁呀 靠你你是个扶不上墙的阿斗啊 杂政 靠自己 还得给你还着债养着孩子 养着公婆 她咋那么强呢 她是女超人吗 古人有云 不学理 无以利也 我们暂且把这个理 理意也好 礼貌也好 放到当今社会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人情世故吧 我现在就感觉你是有点 不是人间烟火吧 也说不上 反正就最起码你不大懂事 面上这一块你真是过不去 父母给你们看着孩子 让你们在外地去打拼 去安心地去赚钱 暂且不说人家给你们垫了多少钱 就念着老人这份给你们带孩子这个心 我觉得你是不是 就算是个外人的话 你有点感恩的心吧 咱都不说你知恩图不图报的问题 这好歹那是你岳父岳母 人家要用点钱修个房子了 你瞅瞅你说的话 关于大姐这个问题就是 你看似貌似有一些独立或者怎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空骨子里 我不知道你在依赖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等待什么 你一上来的时候说 希望四位老师能够给你指路 还点道的 是吧 我告诉你路灯灭了 等啥呢 就这样吧 好 谢谢 来 谢谢 薄福兄 你这样的人不配有家庭 不配有老婆 不配有孩子 因为你对他们根本不负责任 你这么喜欢打牌 为什么不把生活这张牌打打好 把家庭这张牌打打好呢 而且这个打牌到今天为止 她已经肆无忌惮 作为妻子你也是有责任 你还替她去还债 你这种还就是对她的重容 说她这个还债的话 她什么时候还债 我还再问你一遍 07年08年 07年我的工资卡 交到你的那个钱 对呀 我的就是因为 我就突一抢啊 就是因为 哪怕她已经说得很清楚 年份也记住 我相信一个女性 一个妻子 不会在这样的场合 造你的谣 还钱这点我不承认 我的工资卡交到你了 没还没还没还 那没什么事物好了 那等于是拿我的工资去还的嘛 17年以前的话 我的工资比他工资刚 你的工资不应该是给家庭的吗 一个土层你都不让修 对不对 说言 对 你就说 这点我承认我不对 但是他要说他给我还钱 我就不承认是不是 在这个家 你说我了 我的工资期去还这不对 我们说错了 我们不对 好了吧 OK了 您接着说 所以啊 做妻子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丈夫 可想而知 你的家庭生活 你的婚姻生活 冷无可忍何须再忍 给自己留点尊严 给自己留点面子 不要靠人家施舌 特别是婚姻 婚姻是平等的 主动一点 离了吧 米娜老师 大哥 假如我说你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 你听得懂吗 极端的利 离什么主义 你听不懂 所以我只能说 你又穷又横 为什么 还用问为什么吗 横是不是 您一直都很横 对不对 您觉得自己有道理 不是 我很横 我已经跟他说过暗次了 我说我们两个这样非常痛苦 在二十年前 或者是三十年前 二十五年前 我们就说分手是不是 陈先生 不分 我到时候又来说 我说一说 把这个老话重新拿出来说 是不是 每一次通过这种方法 少无赖 有用吗 我在二十五年前 就跟他说过了 你有一点女人的尊严 没有 你这样子拖得大家的痛苦 刚才老四也是 今天到现场的就是 我这样子 哪怕我就是以后一辈子光灌 我心甘情愿 我同意您说的 妻子应该走 为什么 您父母花在您孩子身上的 每个月两百的钱 您记得那么轻 而您妻子 为你们家里贴补的所有 您却不记得呢 因为这个女人好欺负 我一直觉得 你们的关系里头 让我气得最胃疼的一点 还真不是您对大姐怎样 我最害怕的就是听到你说 你女儿如果找了一个 跟你一样的男人 她活该 她命不好 但是我 男人这样想 随她 我们先不纠正大哥了 但你呢 如果这些年来 你过得苦 你想让女儿过得一样苦吗 你想让女儿 参照你的标准 去找一个丈夫吗 你想让你的女儿 在大街上 在大厅广众之下 被人羞辱 说你死缠烂打 是你非要跟我 我轰你走你不走 你自己往上贴 你还怪我了 如果有人这样 对你的女儿 你能忍吗 我不忍 如果不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给你的女儿做出了什么样的楷模呢 你让你女儿看到的就是 我爸爸对我妈妈一点都不尊重 那又如何 女人活该就是要被人骂的 女人活该就是要被人践踏的 女人付出多少 家里都是不去领她的情 只会计较她的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根本不想说 你离开大哥之后 你的日子会如何 我只是希望你有的时候考虑一下 你要怎样做出一个 生活的表率给孩子看 什么是能忍的 什么是不能忍的 所以今天 我跟大姐之间 也就是一个母亲和母亲的对话了 我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情感问题 我们今天必须来解决 你的人生接下来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指路明灯 这个灯对你不重要 对你的孩子重要 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究竟要让你的女儿 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嫁给个什么样的男人 至于这个人 随他去吧 我们不批评他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天生 他真的只适合自己过活 他一个人待着挺好的 那就成全了 大哥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在 整个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 大家的情绪会那么激动吗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 还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很少碰到一个 表现得那么冷漠的男人 也许是气化 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冰冷 二十多年的夫妻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看到了冰冷 我们看到了对孩子的冰冷 我们看到了实际行动上 对老人的冰冷 不管是对自己的父母 还是对岳父岳母 这种冰冷让人看着心寒 这是大家为什么激动 因为看不到你的热情 如果你还是那么懦弱 或者觉得亏钱 再这么走下去的话 米娜老师说得好 你如何面对你的孩子呢 两位 你们自己做婚姻的选择 还是那句话 没有对错 当然在陈先生的心里 已经有了对错了 陈先生高专远主的 在二十六年前 就成功地预言了这段婚姻 他是这样说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跟着我就得按我的方式来 否则的话 你不要再抱怨 如果你想这个婚姻继续的话 你就按他二十六年前的预言 这么走 听他的就好了 如果你真是按你所说的 想在这个现场 找一个所谓的明灯的话 那么你的先生在二十六年前 已经非常先者般的 预言了 那就是分开 你自己掂量吧 我们说的今天 都是情绪有点过激 这个呢 跟您说声对不起 我们态度不太好 不是 但是我们每一句话 发自肺腑 谢谢您 也谢谢您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非常感谢这近三十年来的话 你对我们 你会儿做好吗 对吧 我们可以跟人家去接下来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抖音官方号 添加关注 每周四晚的八点到十点 以及每月的十四号 晚上的七点到十点 我们的老师们都会在 爱情保卫站的抖音官方直播室 跟大家直播互动 来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来帮助你解决情感当中的困难 或者困惑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 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 向今收费的那都是骗子 接下来看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其实我们的嘉宾在这个现场 只是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选择 只是在此时 此情 此地 此景下 或者叫此刻下的 一个情绪的反馈和反应 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一次 四 希望这种情绪的反应 真的是生活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只有当生活的结局 变成这一段 变成舞台上结局的时候 也许他们的人生 才能够获得新生吧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28年了 我觉得最近我们的心 越来越远了 我觉得他考虑问题太复杂了 日子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去年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我更加觉得 这样的日子需要做一个了断了 他总是说我不跟他说话 不愿意理他 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 麻烦每个人 我就希望他能够给我 一个明确的态度 今后的日子到底应该怎么过 最近我想开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一切都让他胜起自粮吧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金先生50岁 来自上海各体 有请金先生 有请 好好好 你好 吴女士 51岁 来自上海退休 有请吴女士 有请 各位老师好 50 51 好年纪啊 啥都想明白了 是吧 编导跟我说 他们今天来是有一个 特别强烈的一个愿望的 我们这个婚到底离不离 他们想听老师们 发自内心的真东西 我说的对吧 大姐 对 咱们来这儿就是 有什么说什么 没事啊 结婚多少年 二十八年 孩子多大了呀 孩子今年二十六岁了 男孩女孩啊 男孩 要结婚吗 还是已经结婚了 还没结婚 有对象了吗 对象有了 准儿媳妇见过吗 见过一次 满意吗 这个就是孩子满意 我们就满意了 怎么说呢 我跟她的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拿孩子这块来说吧 我觉得孩子 让她先事业有成 然后再谈婚论嫁这块 她的观念就跟我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俩就为这个事情 也经常吵 大哥什么观念呢 去年我生了 其实讲是大病了 开了刀了嘛 前面我没生气好的时候 就无所谓 小孩还小 再玩了几年也没事 但是我自从这个事情以后呢 想法不一样了 所以我跟她以前不一样 我最好小孩能找到朋友的话 马上就是能结婚的 您的意思是一场大病 改变了您对世界很多 事物的认知方式 对对对 不一样的 还有什么让你们觉得 生活力比较麻烦 不舒服 不开心 还有就是 平时的话 因为她本来就 不太在家的 所有的事情 我所有的家伙活什么的 全部我一个人承担掉的 然后她回到家的话 她什么事都不干的 打个比方 我在家 比如说孩子也在家 她也在家的话 我肯定要忙烧饭呀 干嘛这些事 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 洗完了以后 我在厨房间 对吧 然后她就在洗衣机 边上的沙发上 她都不会起来说 把这个衣服 你哪怕给我关一下 或者是把我弄一下 都没有这种的 您是说她生病之后是这样 那是生病之前的事情 生病之前就这样 对啊 立总在江南待过 上海待过 上海这种男人不多见 至少我们听到的不多 是吧 菜市场全是男的呀 回家烧饭也是男的 老婆回家还要倒洗脚水呢 所以我就奇怪了 您说的不是您先生吧 就是他 你问他自己 在我的印象当中 江浙户一带的男人 都是那种要下菜场 进厨房 围着老婆团团转的 老婆负责美丽 老公就要干各种家务的 您这可以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误读是吧 我是误解了是吧 不是那样的 对对对 不是 就是我其实家务是都可以的 就是他嫌我做得不好 比如说我今天去买个菜 烧好了 他嫌甜了 嫌淡了 你听明白 我曾经也是一个纯粮少年 我也想给老婆买菜做饭 哪成想 媳妇是一挑剔女子 害得我只能把这一切都放下了 是不是您挑剔人家 我也没有挑剔 人家烧菜鸡鲜钱 是吧 更提高一个 比如说这次你做得不好 那你下次可以改进呀 那你不能不做呀 对吧 这不对的呀 对吧 那我不说烧菜的这块事情 我刚才就说的你一个洗衣机 你给我关一下开关 你这不要紧吧 你是不是害怕 把洗衣机的开关给摁坏了 这个 咱手中你知道吧 这个都不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我刚才 那个洗衣机的事情 我关可以关的 但是关好了 我比如说衣服拿出来 对吧 我去晾的是 我其实也做过的 晾好了 他嫌不好 就是说要抖抖 这个弄弄好啊什么东西 这个 懂 对 他先包好了 所以我一想就是说 你叫我做去做 我做的 你不叫我 我肯定不做的 因为我做了得等于白做 不仅白做 还得挨续 对对对 这衣服怎么都没撑开呀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是这样吗 我也那么 他说的严重 他就是懒 他就是不想做 行 还有什么呀 这不是家庭小事吗 多好多好多事情 因为我们夫妻之间 肯定有什么事情 大家互相要亲让 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 有什么事情 也要互相信任 最关键的就是要 互相信任这一点 他不信任您 他拿着个手机 每天看了个手机 就生怕我要看他手机一样的 长期以来的话 我就心里要有想法的呀 这个你 这样怕我看你手机 那你肯定有问题了 你才怕我看你呀 明白明白 不是你怕啥呢 对吧 这个您回应和解释一下 这个其实我怕他误会 比如说人家什么信息过来了 叫我出去啊好 叫我打麻将啊好 但是我怕他等会儿要说我 因为我近几年在外地工作嘛 几个月回来一次 对吧 回来一次的话 应该要家里怎么 就是我关心呀 没有做到 什么也没那个 我就怕他要说我 不是说长的 就是放在旁边 明白了 这是手机这一块 还有什么呀 不是他得了伤病 手术之后嘛 然后呢 我也是非常关心他 不是说我每天待在家里 比如说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吃好晚饭什么的 一起去上伤步 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 就是运动了嘛 从来没有的 他不会陪我 说一块去上个 一起扔个垃圾 然后兜一圈 也很好 他从来做 我就在想我们以后 就是说 以后就是老来吧 老来吧 大家就午上有个伴的 一块上伤步 也是很开心的 对吧 从来没有陪我的 还有一个例子 他生日 从来不叫上我的 这么多年吗 二十八年的生日 对啊 他跟他的一帮朋友 过生日 从来不带上我的 这是为啥 他其实很啰嗦的 就是我带他 到我朋友一帮去 本来开开心的那件事情 万一有一句话说的不好 就是我怕他发脾气 走人啊 我没面子啊 不是您这朋友 都是些什么朋友呢 怎么随便说一句话 你老婆就会发脾气呢 不是说他发脾气 就是我想 我可能要碰到这种事情 这个解释太脆弱了 二十八年 就证明不信了 的生日 从来没跟老婆一起过过 是这意思吧 他自己的生意 他自己过 我的生意 他从来不过的 就是还有一次 我过生日 就都定好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本来人也不多 你来一块参加 我说你要给我点面子 不参加我的生日的 过来从那次以后 我从来都不过生日的 我现在我都不过生日的 这是为啥 我不想就是跟 跟他一帮朋友 就是联系嘛 就是为啥呢 因为我这个人很内向的 他喜欢热闹这样子 您不喜欢热闹 您的生日不也年年过 也不是年年过 可能有的时候忘记 也不过 也有 对吧 他在他没生病之前 然后我跟我阿姨在讲了 我说我跟你爸爸 现在越来越离得远了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 心走不到一块 一个家庭的话 如果说两个人的心 不在一起的话 我说连财富都不会进来的 我跟你爸爸过不下去 我想跟他分开过了 阿姨他倒也蛮好的 他就遵求我们的意见 后来过了 大概一个两个月的时候 就发现他有病 他生病了 他生病了 然后我们就这个话题 就把他押回去了 也不说 然后我就全心全意照顾他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大姐 如果大哥没生一场病 这婚已经离掉了 或许跟他分开了 是因为这一场病 挽救了这个婚姻 对对对 大哥你想过离婚吗 从来没想过 这个生病期间 或者在二十多年的婚姻当中 您跟婆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婆家人的关系非常好的 因为我18年17年的时候 我带我婆婆旅游 他们家还不同意了说 哎呀年纪大了干嘛去 我说妈妈就是她妈妈嘛 现在还年轻 我说能走得动 我就带她旅游了好多地方 她女儿都没那么好 我就真的是把我婆婆 带到这里旅游 带到那里旅游 给她拍了好多地方 我婆婆很开心的 所以我问完之后 我反而迷惑了 她跟先生婆家的关系也不错 也没有婆媳的纠纷 没有的 大家肯定会问 为什么就非要离这个婚呢 怎么那么伤心呢 这个男人什么事 让您就那么伤心呢 我就用三个点来形容吧 就是第一点 她就是不会关心女人 我的意思就是 我在家务婆做得很累的情况下 你哪怕说句好听的话给我 我就心里很舒服了 咱们都28年都过来了 然后的话 还有就是说 你稍微做点 比如说我回来 有时候我回来晚的话 你偶尔给我烧烧饭烧个菜 然后就还有就是 我们老了以后 我肯定也要她相伴 我们一起 比如说哪怕去山上步 或者一起去旅游旅游的 要有一个人陪伴的 她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我觉得我后半余生 我还有什么意思呢 体贴和陪伴是您要的 对啊 对吧 对啊 主持人 我这样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生病之前 可能忙事业 忙什么 在外面 没有照顾到 这个没有关心啊 打个电话回来啊 什么的 肯定没空 就是 后来生了病以后呢 就是刚才说的 她不是出去 小区里溜湾嘛 她走得远的话 我可能走不动 我想躺着或者坐着 刚才您妻子其实说到了 在您生病之前 一年前 其实她已经做好了 跟您离婚的准备 您知道吗 她说是好像说过 但是我不放在心上的 因为我坚信 不会离的 未来余生还愿意 跟妻子一起走吗 肯定的 她提的这些问题 您能改吗 可以 应该可以改 不是应该可以 你一定要改 你不改 我肯定跟你离的 哎呦 您这看起来架势 就不像真离的意思啊 问问您 大姐 未来余生 如果跟她一起过的话 您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那么 可怕的呀 你不用看到我害怕的 然后还有就是 有什么事情 你就跟我沟通 就拿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就上个礼拜的事情 那天我回来早了 因为我工作比较自由 虽然退休了 我还有另外一份工作 比较自由的 没事我就可以回来的 因为她生病嘛 我也担心她的 回到家 那天是十二点半到家的 回到家她不在家 不在家我也 我也没放在心上嘛 然后我就在家 把家里的事情做做什么的 然后她到了要五顶钟 才回来的 她以为我刚刚回来的 知道吗 她不知道我那么早回来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去哪里了 然后她告诉我 她说在楼下小区扔垃圾 扔好垃圾 看他们打麻将 你说你能看人家 打麻将四个多小时吗 而且你又是生病的人 对吧 我肯定是不相信她的 然后被我说了 她没话说了 我这个就要请你解释一下 什么原因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就说出去了 或者去喝喝茶了 或者干嘛 我不会说你什么的 只要你开心 你开心我 比任何人都开心 但是你不要骗我 不要欺骗我 因为一直待在家里 出去那个垃圾 人家的小区里 在那个 后来到朋友那边 去喝喝茶 这个也没必要 跟她说的这么清楚 那我今天 不行啊 那我今天回来找了 被我撞到了 如果我不回来找 我还不知道呢 这个事情 你就是说出去喝茶了 或者干嘛 反正我会开心的 知道吗 知道 就是这个男人去哪了 在做什么 对于妻子来说 好像一直是个谜 对吧 对啊 先生给的理由是 我怕麻烦 我们假设怕麻烦 是成立的 你再不是 我怕麻烦 我跟他说了以后 他会续到我 唠叨我 他会不开心 所以我说谎 是这意思吧 对对 好多男人大概是 有这么一个所谓的 这个思维逻辑的方式 我们假设他成立 现在人家要求的就是 如果有未来余生 我们还在一起的话 你这个得改 但是二十八年 真的挺难改的 所以这段二十八年的婚姻 摆在了我们面前 丈夫肯定是不愿意离开的 对对 对吧 妻子是过怕的 对 现在想让自己的婚姻质量 提得更高 是这意思吧 如果没有这个质量的话 他就会觉得没意思 怎么办呢 交给四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李总 李先生 我问你 就是在你大病的时候 他照顾你那段 照顾得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对对对 所以我对你呢 真的是特别不理解 送你八个字 破罐破摔 自得其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 太太挑剔的不算很过分啊 闲了淡了 你改进一下就行 是不是 晾个衣服 那是要抖一抖的 就如果她说的话 都不切实际 非常过分 吹毛求疵 挑毛减刺 我觉得你有道理 但是你自己呢 做得不到位 别人说几句 你还不要 对吧 你自己做得不好 你就破罐破摔了 对太太没有一点的关爱 你是完全是玩自己的 你不当这个家是家呀 对吧 你出差的时候 你没事出那么多差 对吧 你太太关心你妈妈 带着她去旅游 你就念在她 带你妈妈出去那么多年 你能不能陪她出去旅游几年 过分吗 不过分 是不是不过分 那你为什么不做 开始没有时间嘛 在这个人生里边 你没有婚姻 二十八年了 你珍惜过这个婚姻吗 你有关爱过身边的人吗 她不但关爱你 她连你妈妈都关爱 你自己呢 摸着良心说 你对不起你的良心 谢谢厉总 来来来 小薇 其实我在听完 这个大哥和大姐的 这段婚姻当中 在我平常的直播间 连麦当中 是太多太多 这样相类似的案例了 其实不用说 你们现在五十多岁 刚刚结婚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 这个夫妻之间 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像你们说的 沉默不语 无法沟通 一个想说 一个不想说 那么其实在这么多的 接迈过程当中呢 我就有一个总结啊 我说这个沉默不语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有一种原因可能是 双方本身 性格和观念就是不同 他们打一开始就沟通不了 这是骨子里的问题 那么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方相对来讲 是比较强势的 另外一方是被对方给吓住了 或者就不愿意懒得跟你说 你说你的 我不听 其实还有一个疑问点 我想问的是 好像我们这位大哥 有点怕我们这个大姐 你为什么会怕她 对 就是怕嘛 就是怕她啰嗦 怕她说我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所以有的事情 我索性不做了 我做了就白做了 OK 破罐的破摔 丽总说的太爱对了 破罐的破摔 大姐 如果您想得到 您的爱人呢 跟您的这个沟通互动交流的话 我想第一步 先让别让别人怕咱呀 你说让一个人怕咱 他还怎么能跟你说话呢 怎么能跟你交流呢 到头来其实想一下 两个人都有问题 可能谁的问题更多一些 是吧 谢谢小文老师 来 博鸿兄 其实这位妻子 从妻子的角度来说 她顾家 而且把这个家维护得很好 但你的性格 你的性格是不是比较急躁 对有点 但是现在我已经改变很多了 对 你也明白 她的性格是很内向的 但是你呢 作为妻子 她明明有时候很主动的 在家里想为家做一点事 但你这样的一种态度 让她留下了阴影 而且她的阴影积淀越来越多 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了阴影的一部分 我们做妻子 不管是什么性格 我们要学会夸奖丈夫 男人 很要面子 很喜欢听夸奖 哪怕她做得不好 你也给她点个赞 也发嗲的 表扬她一下 错不错 她心中是明白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 做丈夫的 这就是做对的 你也应该看到 你一场大病 不离不弃 呵护照顾你的是谁 是你的妻子 这不仅是责任 这是亲情 这也是感情 你因为怕妻子 就拒绝和她沟通交流 你说这对吗 所以两个人都有错 两个人都要改 那你们的晚年生活 我想幸福是可以期待的 好不好 我看米娜老师 早就眉头紧促 你要说什么 她不怕她 你在生活里头 有的全是自私 傲慢 敏感 容不得别人 对你有任何的挑剔指责 报复心极强 我相信妻子 在生活里头的 那些小唠叨 比如说 哎呀今天菜做闲了 就这么一句 但是可以在你这里 成为报复性的 我从此不做 叫你说我 妻子可能也就说了几次 洗衣机的按钮 你怎么不知道关 但在你这里就变成 你又说我 你说我 我就不干 也就是因为 你对妻子的这个亲慢 才会使你28年来的生日 你都不喊她 跑到外头去 跟朋友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你嫌弃她 你嫌弃她出去了以后 不给你留情面 你担心她在你朋友面前 让你朋友觉得你难堪 你已经无情地利用了她 28年 一场大病 改变了你妻子一些 她以为你也能够改变 至少你能够看到她的好 看到她付出了这么多 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但你没有 妻子照顾你这么久 感谢过一次吗 在病榻前照顾了这么久 感谢过一次吗 大病出狱之后 拥抱新生命的时候 你看着太阳你会觉得真棒 我又晒到太阳了 我呼吸到好的空气了 但你感谢过妻子一次吗 好像还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给她 她需要听到的一点点关爱 温存感谢 她在你生活中就是一个透明人呢 这样的女人 在这一次大病之后 忽然意识到 我的丈夫可能永远不会改 经过这样的一个生死交关的事情 都不能够使她触动 那么以后我的余生怎么办 我将一次一次地面对 这一个自私冷漠 容不得别人有任何忤逆的男人吗 所有的人都在叫大姐改 她凭什么改 她28年来哪一点做错了 女人唠叨两句怎么了 怎么就不能忍了 难道你出去喝茶撒谎 回来我还要夸你说 真棒今天把我骗得团团转呢 还是说你出去了以后 跟别人过生日 我回来说真棒 老公不给我添麻烦 不用我买蛋糕呢 我跟你说 你妻子这一次要离婚 是完真格的 虽然她嘴上还在说 没关系只要她改 我还能够给她机会 但她心里这一丝希望 是微弱之光 可能在今天 我们这一场节目做下来 如果你没有任何变化 这一丝丝小火苗 就会熄灭了 如果熄灭了 我觉得大姐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 而您可以想象 自己将来的日子 谢谢米达老师 山然泪下大姐 为什么流泪啊 老师说的真的很对 全说的心坎里了 对的 太难了 我们抛开病的因素啊 特别好下嘴 这没办法 就人容易被一些东西 马上潜意识影响 如果你没生病的话 我听完这段故事 包括我估计那三位老师 都是一样的 得了吧 各过各的吧 因为这二十七年的婚姻当中 你看到的都是委屈和双方的不满 也别光说大姐有委屈 这心里也有委屈呢 我在想 就是一个男人习惯性的 二十七八年的时间 一直在骗自己的妻子嘛 就是在骗嘛 他的话是因为害怕而骗嘛 到底是因为害怕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而骗 咱们说不清楚 因为人性太复杂了 是因为自私 是因为焦虑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那是您自己的事 然后他其实挺有智慧的 我也不戳穿嘛 我为了这个家 我也不戳穿嘛 我也忍着嘛 我也守候嘛 所以我就没办法 为什么说太难 难就难在这 包括他的心里也是这样 如果没那场病 这婚姻可能没了 或者这场病再晚来个一年 或者儿子已经结婚了 觉得安排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了 这事您自己想吧 决定权看着在这边 就生活当中 你感觉特强势那一方 不一定是强势的 一个就是说 我害怕 我委屈 我这样 那个人有的时候 在家庭生活里面 反而是一个主宰者 你要不要变 想改 愿意改 跟老婆说 你真的二十七八年就这样 你也觉得活得很压抑 也活得很不好 不如你能提出来 不要藏 一起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老婆 我这样一步 ifs 明镜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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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 扫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精云中央厨房 请跟随我们的老师 走进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老师我和婆婆在一起 住了四年半了 虽然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矛盾 但经常会因为 一些小的细节吵架 我老公也什么都不说 只是在一旁看着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 我想你老公什么都不说 总比你老公只说你 不说婆婆强吧 蛋白粉 动植物优质 双蛋白 本篮目由 汤城备见 冠名播出 感谢汤城备见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特别要感谢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对我们节目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现在结婚已经半年了 回想当初 从恋爱到结婚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我都没有想清楚 就已经步入了婚姻殿堂 我是想和我老婆 永远在一起的 结婚对我们俩来说 也是迟早的事 没有必要纠结快慢 可我老婆结婚之后 总是和我闹脾气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以前 把婚姻生活想得太简单了 真的结婚后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生活 和我之前想得完全不一样 巨大的落差感和莫名的无助感 让我对婚姻很失望 我老婆一会儿说 我们结婚太快了 一会儿又说我不陪她 可大部分的夫妻 不都是这样过日子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小俊23岁来自山东厨师 小元23岁来自山东公司职员 欢迎两位 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是的 感觉就是被她套路了 结婚速度挺快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已经那么年轻 就是别人的妻子了 你是怎么被她套路的呢 我俩是初中同学 那时候就是好朋友 初中毕业七八年吧 没有联系 到2018年的年底 我俩因为一个什么小事吧 然后微信聊起来了 她在青岛 我在天津 聊得还不错 她就想跟我出出看 我就答应了 异地到2019年的6月 表现特别好 2019年的6月 就感觉老异地 也不是那么回事 她又把工作给辞了 背着行李也没跟我们说 我父母也在这边 就直接说我快到了 我来你们家住几天 当时我挺突然的这事 我们家里都是懵的 然后我是第一次告诉家里 我这是谈恋爱了 我家说哎呀小伙子来了来了 没有办法进来住吧 善良人家 引狼入室啊 然后呢 然后就在我们家干了好多天的活 又做饭 打扫卫生 洗衣服什么都做 这是她的强项 厨师对吧 结果到了7月多 刚刚稳定工作 她8月多她就骗了我 她就是说那个8月多份 青岛的天气好 风景也好 特别适合旅游 那我们拍到写衬吧 就跟她去了 到了现场之后 都是婚纱 我一问她才跟我说 就是这一次 把这俩事都办了吧 就是又旅游 又拍婚纱照的 那不挺好的吗 一举两得 那你跟我说了吗 当时 不是说了你当时在不想去呢 那你去不去是我的事 你必须得跟我说 那你去了拍不拍 也是你的事 你也可以不拍呀 可是她当时就跟我说 充满甜意的 笑自自的在那回忆着 还怨言你干嘛呀 我现在很无奈 拍婚纱照就拍了嘛 拍了家里都看了 她到了9月多份 直接给父母订了火车票 还差两天才告诉我们的 说父母要来 见我们家 父母不是也想见一下你吗 然后毕竟我们谈了 也挺长时间了 我们父母再不来 然后想我们多没你梦 你来我们家欢迎 但是呢 当时在饭桌上 直接提到了订婚的事情 我都觉得我在热恋期啊 我还没了解好这个人 直接跟我说这个订婚的事情 我们家都是懵的 你们家人为什么懵呢 我们家人没想到 他们家那么突然 就以为坐下说说话 聊聊天 然后呢 他们家就是那个语言上 也是非常诚恳之类的 我们家就答应他了 回到家我们自己安慰自己 安慰自己什么呀 就是挺诚恳的嘛 我们就安慰自己 哎呀反正一两年之后再结婚也没事 让孩子们多了解了解 不就是订婚嘛 就订了 结果呢 订完婚到了年底的时候 那才刚隔着一两个月呀 就是每天到我家楼下说提结婚的事 跟我说结婚之后的生活多么美好 照顾我一辈子 天天给我做饭洗衣服 然后之后有了小孩也照顾 怎么怎么好 我觉得谈恋爱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哎 是 是这个目的 真怕清理和耳熟啊 是这个目的 可是你从你来天天那一刻 你跟我说了吗 每一步的安排我全都不知道 被你推着走 一直到结婚 后来什么时候结的 结婚真的是年前结的 因为有个事 就是他们家拿绳子把你给捆去结结婚 不是 有个事就是挺感动的 就是他们家彩礼那边很低很低的 然后我这边挺高 我就想拿这个吓唬一下 他压他一下 结果他回家想了想和家里答应了 他们那边彩礼多少 四五万吧 您这边呢 十五万 然后我毫无犹豫的 然后就和家里面一商量 然后就反正是给决定了 就是看到他们家的诚意了 然后 有个姑娘给自己下了个套 钱一拍傻了 这姑娘家也是老实人 讲诚信的 你要探计曲伟他们家 肯定说 哎不对啊 再来三万 三万可不行 你看你看 来接着说 其实挺幸福的听着啊 现在就是听起来都挺幸福 对 跟别人说 每一个环节虽然是他安排的 是吧 但是你看他都是爱你呀 都这么安慰 对对 但是婚后的生活 你觉得过得幸福吗 我觉得挺幸福的 对你一点都没发现错 就是我以为 先结婚后恋爱也未尝不可 毕竟没有小孩 结果 每一天他上班都是上九点 下十点 我都看不见人 什么 我这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 然后早上九点上班 晚上十点才下班 每天都是这个样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还能接受啊 那一周见一面 现在天天晚上十点多 才见到你 他回去以后 就自己坐那 吃口西瓜喝喝水 然后就睡觉了 我们俩根本就没有沟通 有一回他上班去了 我又发烧又肚子疼 我自己去的医院 我全部都自己弄完的 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一天都没有接 几十个未接电话 我们那上班公司有规定 上班时间必须交手机 你现在有什么岗的呀 潮汰 回家之后 那都十点了 我躺床上我不说话 然后他说你怎么了 我没事我没事 我就趴在那 然后他就自己又吃西瓜 吃饱了 躺在那睡觉了 就根本都不关心我 看不出来 我也喂你了 你也不说啊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难受啊 因为以前吧 没结婚的时候 在毅力的时候 开着视频 我一不高兴 他马上就捉到了 各种远程送安慰 现在呢 人就在你旁边躺着 你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想默不关心 他只关心那块希望 然后接下来 他说他没时间 你是说你没时间是吧 那你有时间陪我的时候 你做的那些事呢 就跟无效的知道吗 我不需要那种陪伴 什么叫不需要呢 我不是每天 每个礼拜休一天 也是陪你去吃饭了 逛街了 那什么情况呀 我一说陪你出去吃饭去 吃什么 包子 面条 那偶尔不也带你吃一些 不健康的东西啊 什么叫不健康 我觉得很健康 西餐 披萨 包括汉堡包 他就不让我吃 跟他吃一点都不幸福 那偶尔不是也让你吃吗 您知道怎么让我吃的 就是他 我就非常想吃 他就两个人坐那儿 只点一份 说来吃吧 让他自己玩手机 那我需要他吗 我不喜欢吃呢 你总不能让我硬吃 特别不幸福 不赔也不行 赔也不行 在路上说逛街 就真的是纯逛街 我特别渴 当时风景区嘛 六块钱一瓶水 我想买 不行 别让他们坑了 我带你去远的地方买水 什么叫远呢 就只是两步道的问题 哪两步道啊 好几条马路呢 那就得出去找那个超市 那你自己去也行啊 是吧 你又不自己去 你非拖着我去 我穿上高跟鞋那么累 觉得男生有点空啊 有很多消费官 最后不是一样啊 开始给你买了吗 买了买了 当时还抱怨呢 哎呀多贵呀 我就觉得这水喝着 怎么那么贵呀 喝到世上最贵的水了 我觉得在那里买 就是不值 知道吗 然后我那趟旅游特别 就没兴趣 每一次都感觉不到幸福 你结婚前也不这样啊 那时候买东西 你难道是忍着的是吗 咬着牙给我买 知道在结婚以后 可能是 先学会凉艳 学会锅子子吧 不能总大夫大夫的话 挺好 可是我还没跟他 有热恋的感觉呢 你没热恋 你嫁给他干嘛呀 我想着不是 先结婚后热恋吗 那不是你的问题吗 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我跟他讲这些 我希望他有改变 还有啥 没有改变 没改变 然后有一次 因为他这种种种的 我觉得有点抠门的行为 我就偷偷办了一张按摩卡 也不贵 合起来一次才几十嘛 然后我就分期买的 那还不贵呢 分期买的 他还查我账 他把所有钱存我这 但我不敢花 他老查我账 一查查出来了 我自己就委屈地哭了 我受不了 我就想 我的好朋友 人家都是在做美容啊 享受啊 我挣了钱 我不能去花 又不是不让你办 你办一张也行 你一下子办了两张 两张更合适啊 怎么合适啊 两张它价钱的话 算起来会便宜很多的 花了多少钱 你为什么花了将近三千万 也不是很多呀 我分期的 我每个月还几百就够了呀 我也没有你的钱 你当时又没有钱 然后你还办这个按摩卡 那是又何苦呢 我就觉得每个月 我那么辛苦 我就要去享受一次啊 那你先办一张花 一千多也行啊 我说了两张合适啊 然后那晚上 我们就为这事 他让我去退卡 我想了一晚上 一晚上没睡 他睡得可香了 我就想 到底是我应该去退卡 面对现实呢 还是说 要选择自己的 选择自己的路去走 就为一张破美容卡 就想离婚了 是因为相声到了一个 另一个价值观的层次 我感觉 价值观了都 我问问 他挣的钱都归你 没毛病啊 上班的时间认真工作 钱都给老婆管 然后每周休息的时候 就陪老婆出去 但是他不让我花 就在我这 就像一个死期的 那你自己花呗 花了他这不说我吗 就一直 然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说最重要的 对 这些天他一直回家 都跟我说 要孩子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很想 我选择了他 我希望跟他 这一段路上 我是先去奋斗 然后两个人 都要想好这一条路 认认思考的 结果他每天回家 跟我洗脑 就说 他的朋友们 都有孩子了 小灰不是为了生子吗 结婚为了生子 现在他洗脑 是不是基本成功了 你害怕这次 又一梦又生个孩子 是不是 姑娘是害怕 反抗不了 怕生了 后悔 现在趁着父母年轻 就要孩子父母 还能给你帮咱们 照顾多好 可是我刚刚毕业 我需要的是 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要有了一定的能力 我愿意去生 我不是说 不去生孩子 到时候过两年 等你有一定的能力 然后你又不想生了 然后到时候 损失它就更大了 听听听 我们不是一个辩论节目 辩论孩子 要不要早生啊 今天来干嘛呀到底 就是想让他认认真真思考 我说的话尊重我 问一下 你这结婚之前 一步步都盘算好了是吧 也没盘算好 就是随着大众都这样吧 我们朋友呢 情侣结婚不都这样吗 我们老家那边都这样 所以你爱不爱他呢 爱他 不是一时冲动啊 不是一定要孩子是吧 哎呀 五年以后再要行吗 我感觉太晚了那样 咋晚呢 五年以后父母也老了 然后我妹年龄也大了 成了就是高 稍微高领了 那你不害怕 你老逼着他要孩子 他跑了 反正就尽量的还是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尊重他的意愿 实在不行才尊重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在我个人一看来 还是想早点要孩子 这又回去了 他的意念和意志力 非常的强大 那么我再想问 要了孩子之后 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兄弟 然后两个人一起奋斗嘛 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后孩子也像你这样 娶个媳妇 生个孩子 然后说 趁我爸我妈还年轻 能帮我们带孩子 快点生个孩子 是这样吗 那让孩子自己 自己怎么想到这么多 挺可爱的 我就过本本分分 踏踏实实老百姓的小日子 对对吧 我怎么就觉得浪漫也没够呢 还没有享受到那些浪漫青春的活力 我怎么突然要 又让我做妈 我受不了对不对 我被套路了 可是我怎么能修正这个错误呢 这个错误修正不了 但是我能不能拒绝当妈妈呢 好像有点又拒绝不了了是吧 所以在这个人生的悬崖边上 你希望他们拉你一把 是吧 女孩也想生 但是又觉得太年轻 这可咋整啊 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这个男生 他其实想的倒是挺简单的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要和你在一起 然后你做我的爱人 做我孩子的母亲 但你这速度是有点快啊 他其实没有做好准备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考虑过 我觉得你虽然话很少 但是你每一个字落地 都是质地有生 我就这么定了 你跟我结婚 跟我生孩子 我有一个时间表 而且换言之 虽然你的钱都放在他那 感觉他是在管理这个家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跟银行职员 一样 我的钱也放在银行 他不敢动的 其实性质不同 银行职员花了我的钱去坐牢 他花了你的钱被你数落 他非花什么钱 花别的我也没有说他 我只是感觉 花那永远的地方 我觉得他比如说 办一张美容卡 从我的理解 你花的还是自己的钱 是吧 其实我也好奇 他的钱已经放在你这了 就是你们俩 还分你的钱和我的钱 是我个人不敢花 我怕花了以后 他会赖着我 你听到这个词了吗 小伙子你别笑 大家都在笑 会觉得这事特别可笑 我也觉得特别可笑 但是我听的 我觉得还特别可气 就是一个人 你认为你那么爱他 他成为你的女朋友 迅速地成为你的妻子 马上你就要让他 做你孩子的母亲 他不敢花你的钱啊 因为花了你的钱 他不知道你会怎么对他 事实上这个钱 是你们共同的 而且他刚强调了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办了按摩卡 且不论他办两张 对不对啊 我觉得他办一个按摩卡 工作这么辛苦 解解乏 好像也没什么多大的错误 但这件事上升到 他想了一夜 竟然成为你们 能不能继续生活在一起的 一个障碍 我觉得这个事 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你想过吗 办一张也无所谓 结果他一下子办两张 他就办了两张 怎么样 如果他是一个单身的姑娘 你现在和他恋爱 他办三张美容卡 你是什么态度 我想问一下 你会指责他吗 你给我退了 你会吗 那不会 所以为什么他作为你的妻子 他就失去了这些 本该属于自己 可以支配的自由呢 无论是精神上的 还是金钱上的 这也是他为什么在这儿哭泣 说我后悔 我那么早地结婚的原因 如果你对他像从前 像恋爱的时候一样 像你跟他承诺的一样 他会在这儿哭着说 我不想要孩子 我特别后悔这么早的结婚 他会吗 你看起来很爱他 你觉得你什么事 都在为你们俩想 可是 其实都是你一个人的意志 一个女孩 我很心疼他 如果是我的女儿 我听说他嫁到另外一个地方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这个男孩百般承诺对他好 最后我女儿办一张按摩卡 紧张地要命 这个男生反复叫他退卡 他不敢花他们共同的钱 他害怕 这是一个正常的婚姻状态吗 我会告诉他 孩子 你别着急生孩子 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你想清楚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理顺了 而且我要鼓励他 你做好你的事业 你花你自己的钱 你的底气比谁都足 二十三岁 女性的黄金生育期 你还有好多年呢 没关系 谢谢周庆老师 来 立总 我特别认可你啊 持家 操家 她是个非常好的丈夫 特别值得你珍惜 这是我首先要说的 但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什么 人和动物的很大的区别在于 我们有那些没用的需求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话 为什么有音乐 为什么要看书 我们看电影旅游 对生存来说没有用 是不是 对传宗接代也没有用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很多虚幻的需求 你认可吗 就算是你没有 那很好 你省了很多钱 但是你的太太太有 如果照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下去 她不会开心的 她也不是很过分嘛 然后生孩这个事 我知道你很紧急 但是她还会享受人生的 因为人家没有谈恋爱 就跟你结婚了 懂吗 你至少值得还她两年的恋爱 还可以吗 二十五岁不差什么 对不对 三十五岁才高龄 二十五岁还可以生两 是不是 这不是和和满满吗 你拍大量的照片这两年 以后她生孩子再苦的时候 看看照片也觉得 你对她好过 所有的浪漫 温情 家庭 全有了 不好吗 好 雷飞做我的军令的一个方案 来 许总 你现在所有的让他 比如我买一瓶水 我要挑三解四 要便宜两块钱 对吧 我心疼不让他去按摸脚 也是为了省那钱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过日子 我们要是为今后孩子 还有教育等等 一系列后面的问题 你不觉得太快了 你根本就没有来得及 充分的时间 满下来去享受 你跟他之间的二人世界 享受热恋 你如果没有 他更没有 他想象的还是说 我们热恋的感觉 一起去看看电影 对吧 一起去旅旅游 但你已经进入了下一季的 所以让现在你们的节奏 满下来 充分去享受爱的味道 爱情非常注重这样的味道 如果你现在忽略了这个味道 为未来埋下了非常深的隐患 你们感情的基础不够牢固啊 是时候慢下来了 因为姑娘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好不好 慢下来 好好体会你们之间的爱的味道 以后再说 小日子过得如何的 有滋有味 然后才有爱情的结晶 那孩子出现 好不好 你们俩其实挺好的 就是节奏慢下来就好了 别跟别人学 谢谢崔总 崔老师 先结婚后恋爱 你从哪看来的 谁告诉你的 是啊 先结婚后恋爱是有出现过 但是你有研究过它的成功率吗 其实我们在结婚之前 是有一些选择期和冷静期的 但你都放弃了这些选择期和冷静期 所以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真正的问题在于 你没有自己的人生计划 你有时间表吗 问题就在这个 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执行能力 为什么你没有 就在于 你没有这样一张时间表和计划表 你没有 从来没有 按照自己的人生计划 这么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而他推进 最后他把你给推动 所以说很简单 想要不被人套路怎么办 设定自己最详细的计划 每一天都告诉他 今天我要做什么 我没有时间深海 你今天开始考个研 你就没有时间深海 就那么简单 所以不要把所有责任 怪到他头上 你老公也不是个坏人 只是他有自己一个 完善的一个想法 以及价值观和执行力 都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 你要在他的面前存活 不能祈求他爱你 你只能比他更坚强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挺喜欢那小姐 二十三岁 踏踏实实 做厨子挣钱 喜欢女朋友追 追回家之后 把钱交了 踏踏实实跟女朋友过日子 跟老婆过日子 挺好 人生就应该这样 但是只有一个问题 提醒你注意 婚已经结了 在他脑海里 就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 再后悔也没用了 你就注意嘛 多点温馨 好不好 好 但是 生孩子这件事 一定是你做主 不想生 就坚决不能生 别逼人家了啊 行 能一辈子 就带着你们家的车 这么快跑吗 没问题 那就行 你只要 你只要有这个决心 就可以 孩子别太抠了啊 日子得过 媳妇也得疼 什么重要 媳妇重要 媳妇重要 知道就好 接下来 一起进入真情 我今天带来节目呢 就是希望你好好的 听听我的心里话 每一次都是敷衍 都是先答应 然后再慢慢地 开导我 我不希望那样了 我希望你真真正正地 心里想想 我到底想要什么 不然 你再坚持你的话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坚持住了 我觉得我没有套路你 我是真心爱你的 然后希望以后的生活 尽量弥补你 然后尊重你的选择吧 你就是这么说 尊重我的选择 我怕你下了台 回家之后 又跟以前一样 这是我最害怕的 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 面对不了你 然后我特别害怕回家 所以我好好想想 最后说几句话 一个厨师站了一天 炒菜炒到夜里十点 回家真的很累 做妻子的应该怎么做 你结婚了 想起来 第二 你太容易依附于一个人 你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那你何不顺其自然地 跟着另一个人的人生规划 往前走 未尝不是一种方式 生活别拧了 可是他的生活方式 已经到了我 接受不了的地步了 那全怪你自己 因为你没有规划 所以他说 我们去旅游吧 结果变成了照结婚照 你可以翻身就走啊 你没有啊 所有的路都被你堵死了 你跟他不是一类人吗 谢谢了 请回吧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一看 这对夫妻 做和拍门 你看 白娇你了 你应该翻身就走 然后他就追你 追到那以后 你就说 还逼不逼我生孩子 他说不逼了 我不逼了 我跟你回去 录下来了 在家里面 他只要一跟你洗脑 就给他放这一段 这不就完了吗 傻不拉击的 你又回来了 还怪别人 你说说 再来一遍吧 再来一遍 你的生活能再来一遍吗 好好对这姑娘 好吧 来 我 educ了 我讲你们 去 Orange 但我本身的 都是最好 的 我说 是不是 对 我看你 没听到 他在able 我都不拎着 我 我特别 这辈子 我 这辈子 你 这辈子 是 这辈子 误似 什么 感谢观看 我男朋友这个人 我感觉挺倔的 我给她的什么建议 她都不喜欢 还总是说我强迫她 都是为她好的事情 她竟然总是不理性 而且我们俩都毕业了 我觉得她很幼稚 为我们俩的未来 考虑的也很少 我和我女朋友 是大学同学 在一起相处了两年多了 现在毕业了 她开始找工作 我想继续考研 说实话 女朋友对我很好 但是就是她 总喜欢强迫我做 我不喜欢的事情 就感觉不按她说的做 就是不爱她 让我们有请这一对 有请 小妍 21岁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小妍 小张22岁来自陕西 戴业 有请小张 有请 欢迎两位 小张资料上面说 你代业是毕业了是吧 对 我今年刚毕业 刚毕业 在一个找工作的时期 你还在读 我还在继续想读学 是想求学还是再求学 我们就是一个学校的 已经毕业了 我们是专会学生 我想再考一下本科 就是今年我们 就是已经考过试了 但是我差了有二十几分 我没有考上本科 那行 你就还在学习 是一个学校的 是 谁追的谁 他追的我 谈了多久 我们谈了大约 将近三年了吧 今年第三年 好好好 这是怎么着 毕业就分手来的 今天主要是 我想过来 就是说我们俩 已经将近 谈了三年了 说在这三年中 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平时我跟他说 他听不进去 今天呢 就是借着这个 来到这个舞台机会 我想把我这个三年 所有的 所谓的怨气 我都说出来 听明白了 三年了 三年了 我苦啊 哎呀 苦死我了 来 倒苦水的 来吧 你为什么说 你非要逼着我去做 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呢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已经吃饱晚饭了 吃饱午饭了 你非要逼着我说 你再吃个桃子 你再吃一个香蕉 你再吃这吃那 我就跟你说了 我已经吃不下了 但是你非要说 今天必须得吃 你不吃 我怎么怎么地 我不想让你生气 我不想让你说 那你不吃水果 你不就手掉了 那皮什么的 那多不好呀 就没有那些维生素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东西我不喜欢吃它 我愿意吃一口呀 我愿意吃所有 明明知道女朋友这个习惯 每次吃我就欠一口 专门等着另一口 就吃女朋友给她逃 不就完了吗 你不知道吃饭 只吃七分饱啊 做人要留一线呀 这基本的生活道理 你不知道你还说 这事翻边 再说下一件 说我俩去逛街 不管是干嘛 我都会说 提前跟他说好 我说今天我不需要这个衣服 说你不用给我再买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试衣服 你也知道 跟你已经说好了 你说你到了逛街的地方 到商场 你到了那立马 你态度变了说 你试试这衣服吧 你试试这衣服吧 还逼着我要去买 我不喜欢那衣服 那你穿上好看 我能让你买 你穿上不好看 我肯定就不会逼你试啊 我跟你说过了 前提我跟你说 我说今天我不需要衣服 就因为这事 你就开始 就是当着那么多人面 跟我耍脾气 我哪有耍脾气 是你先对我吼的好吗 在外面一点面子 都不会给我 转头人都走 你这个个性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 三年 我就慢慢感觉 他不是第一开始 那时候让我所想的 说那么可爱 他好的时候 对你是真的 特别特别好 但是你不开心的时候 无理由 无理取闹的 你就乱发脾气 你把你所有的脾气 撒到我了身上 就比如说 你在网上填个表格 就是他要写一些资料 在网上填 我知道你没有电脑 你找到我 我肯定帮你做 但是我就感觉吧 你让我填表格 我问你一些细节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耐烦 我之前都把所有的 那个表格 我先填好 用手机没法弄 我才让你弄的 我信任你 我才给你的 我都填好 给你截屏过去了 你看那个表 你不就知道吧 你还要再问我一遍 但是他 而且你问的不止一遍 你问了好几遍 甚至我的朋友 在身边说 你女朋友 怎么会这样啊 我都告诉你 你都问我好几遍 一样的问题 那我肯定烦呀 就觉得你像一个唐僧一样 就在我耳边 问问问问问的 可能说我干得比较磨蹭 他因为这事 他跟我发很大的脾气 就说你有用没用啊 你还能不能帮我做好 那上次我面试 我等了三天 那是一个特别好的单位 名单里有我 却没有让我们面试 我当时特别难过 我跟他抱苦水 他倒好 他说你开始学专业就不对 那个专业 本来要的女孩就少 你们有面上很正常 其实吧 这件事是 说我这个人说话 大概也都能停过来了 就是我的 他太磨叽 他爱讲道理 说实话就是 有时候讲道理 你觉得对吗 你第一开始 我确实在帮你 我听得进去吗 我激动的时候 一起帮你看看 我再安慰你 但是你最后 你说的什么话呀 你什么话你都敢说出来 那我深情 我肯定什么话都敢说呀 我知道 但是他平时皮 说实话说来就来 我让我一头雾水 他生气 他就会删了 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微信 电话拉黑 到最后 说我不找他 我拿啥去找他 还有说今天 穿的这一身 还有这个打扮 有很多人说 你长得像小孩 是你还比我大一岁 说第一开始 我是看上你 穿的比较可爱 清纯 但是不是说到最后 你穿一些 cosplay的那种 甚至说 每双袜子上 都有一些小熊 我哪有每双袜子 都有小熊 我还有运动的 还有其他类型的 再加上我那些裙子 像cosplay的那种衣服 很少 你说你出门 或者说去哪些地方工作 你都穿的一些 特别小孩 特别像这种 我都感觉是对你不好 而且你就是 每次你都听不进去 你说我就这么穿 你能把我怎么定 我没有在那种 正式场合穿过 那种很奇奇怪怪衣服 我的衣服 大多都是还是比较 规矩矩的 我长得就这样 我就是个子比较矮 又不高挑 我怎么穿那种 性感的衣服 你觉得我衣不幼稚 我还觉得你幼稚呢 我跟你在一起 就从大学到现在 就跟你在一起 在一起都三年了 你也不想想我们以后 你说你昨年专身本 每天晚上 不都在玩游戏 然后也不学习 你说你当天学到之后 你应该温顾而知心一下 再学一下对吧 就玩游戏 你就跟他们打 就算你这些 我都不说啥了 你最怕得有个三年计划吧 五年目标吧 你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想 你也没有想着 我跟你以后怎么怎么样 我跟你谈恋爱 我是想着 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进行下一步的 不是说跟你玩玩的那种 然后我从陕西 为你然后过来 奔向你 我觉得吧 其实这个问题 我跟我父母讨论过 就是 他们就觉得说 我俩年龄比较小呢 以后还会说 有更好的机会 说让你俩去成长 你父母是觉得你也有更好的机会 那我呢 把我考虑进去了吗 你有想过我现在没有工作吗 我在待业 我就是为你而过来的呀 我现在工作也没有固定 也没有稳定 但是我想在说以后 你马上要工作 不是以后 你待业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待业的话 如果我回家的话 工作就相对于来说比较好找 那你就回家呗 但是我又想着我们 都在一起三年了 你跟他没关系啊 你们这个逻辑好混乱啊 有关系啊 我就是为他而来的呀 你为谁而来的 我为他呀 你为什么为他而来呀 因为我觉得 他同意了吗 你问过他吗 他愿意吗 他是这么想的吗 你问过吗 姑娘 没有 对呀 你别一厢情愿啊 你这并不是说爱情的伟大呀 这完全是自己想当然啊 你男朋友今天哪里是吐槽嘛 男朋友今天基本是一个分手宣言嘛 在我看来 其实吧 我也想过很多问题 我们俩以后 我就这样的学历 不会像在高一层说 我再学习 我以后会有说更好的能力 或者说更好工作 你直接说 别把自己弄得那么高大上 你直接说你想干嘛 你绕什么呀 挑了一堆刺就是 先把你先打压下去 然后你必须得满足我什么才行 什么诉苦啊 诉什么苦啊 就是你觉得你比我更重要的 你的未来比我更重要的 姑娘喜欢她吗 爱她吗 喜欢爱 想嫁给她吗 她啥都没有 我就觉得特可怕 结婚不是条件 结婚是爱呀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过来 我真是搞不清楚 我从小都想在那个 更大一点地方发展 所以你以后别说为了她 那是为你自己 都说应该看破不说破 但是我实在今天 我有点忍不住了 就是我在想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解决问题的能力 怎么就那么差 就全都可以解决了 居然在爱情当中 就在成了大难题了 我让你吃你不吃 我让你买你不买 我让你这样你非要那样 其实全是生活里可以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到他们那儿成了难题 后来听懂了 原来这个感情真的出大问题了 是两个人对未来的规划不一样 老师们你们帮着这两个年轻人 梳理梳理吧 我觉得咱们帮他们梳理梳理生活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卷 来 毕总 有一句话 说女人只要爱了 就筹划未来 男人只要烦了 就逃避现在 她现在已经要逃了 你知道吗 但是你想不想好你自己 你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和现实了吗 你要学会离开一个男人 好好的生活 我特别懂你 因为你烦了嘛 开头你是爱上了他的可爱 对吗 爱上了他的全套的心头 现在看了这么多年 你烦了 有人喜欢这种风格 喜欢一辈子 Cosplay有什么不好啊 对吧 爱还来不及呢 但是你烦了 你烦了就跟别人正经说啊 其实你的这种对他的软弱 是对他的坑害 如果你接着对他还残留一点点爱 你大胆地坚决地说 让他走 让他清醒他的问题 这才是对他仅有的尊重 谢谢丽总 珊娜老师 两种特别典型的恋人 男生是说教式男友 女生是谁呢 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 张朝阳他妈 就是这个张朝阳他妈 被誉为中国典型式母亲 强迫式的爱 我逼你吃水果 我为了让你健康补充维生素 我逼你买衣服 因为我觉得你穿好看 这不都是在强迫吗 你知道这种极度亲密的关系 最后导致的 就是会让另一半逃离你 而你这种强加于别人的这种强迫行为 就是因为你极度自私 因为你太在意自己的感受了 你只在意我提出的诉求和要求 有没有达到 我看到你吃了 我就满足了 我看到你穿上我给你买的衣服 我就满足了 如果你要是拒绝就证明你不爱我 如果你接受就证明你爱我 所以你评判爱的标准 是不是依照你想要的那个方式 来做你想要让他完成的事情 男生呢 说教实男友 遇到所有的问题就告诉你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错的 你应该这么办 你应该那么办 人家遇到点挫折 要的就是一个安慰 你给他讲一大堆道理 有用吗 就凡事都要讲道理 就显得你要比我懂得多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特别地自私 因为我爱你 不光是因为你的样子 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我的样子 因为我爱你 不光因为在一起我能为你做的事 而是因为 我能看到你为我做的事 所以如果两个人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没有考虑到恋爱当中彼此的感受的话 那还干嘛要忍呢 然后也改变你们恋爱的方式吧 不要一味地强迫 强加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薄红兄 男生你太不像话了 不知好歹 他让你饭后吃水果 他要给你买衣服 这浓缩的都是爱 你倒好 管天管地管穿衣 要去左右他的餐桌打扮 他喜欢打扮得童年化一些 这符合他的身材 他的气质 有什么不好呢 他即便是致敬童年又怎么了 但是女生你更厉害 你要管的 你要左右的是他的人生 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的核心问题是 原本积累积淀的爱 不够多 不够深 你们现在已经在透支了 而且透支的真的 已经三穷水尽了 好 谢谢薄红兄 敏娜老师 你们俩其实是男人和女人的 思维逻辑的本质的区别 你觉得我面试 他们没有让我去 我就想发泄一下情绪 谁稀罕你帮我解决问题 对不对 但是男生会想的是 你一旦向我开口 那就是希望我帮你分析各种原因 避免下次再出现类似问题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 面对同一件事情 一定会做出的不一样的反应 我们女人是通过倾诉 发泄这个情绪里头的 这个负面的东西 我们并不是在讲述的过程中 一定要解决 但是男人们一定是会以为 你一旦开了这个口 就是向他们求助 希望他们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们自己呢 也会抽丝剥茧 希望能够在中间起到一份作用 他们不认为 替你发发牢骚 和跟你一起吐吐槽 就能解决问题 这是男性本能的一个思考方式 将来一定要记住 男女是有不一样的 思维是有各自的定势的 你不能要求他就是你 女孩子 其实问题最大的都在你身上 男朋友虽然碎碎念 还有很多抱怨 这些都是小事 但你的事是大事 我认识很多小个子的女生 她们都会本能地害怕 别人把她们当小孩 会在穿衣服的时候 专门区别开跟孩子 但你却还要躲在孩子的打扮里 为什么 因为不想长大 不长大有太多好处了 小的时候可以依附父亲母亲 可以有他们替你解决问题 长大了 可以依附男朋友 可以理直气壮的代业 你要靠自己的话 你敢一个人到一个大城市里 追求你所谓的梦想 换一种生活吗 你不敢 男朋友在这儿 男朋友就是你的跳板 你抓着她就来了 你想把自己的生活 寄托在她的生活里 你不爱她 你只是想依附在她这里 不用长大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男朋友给你起了一个 很好的表率作用 是时候为自己的人生考虑了 你不要老为她的人生考虑 谢谢妮娜老师 现在看到的这样的女性挺多的 就是到这个舞台上 你就会发现 在恋爱当中把自己丢了 对 然后还要求恋爱的另一半 去满足自己的所有 这本来就是一个奢谈 是一个奢望 我就不想说 男生我特别要说 要跟人分手 直接说 别绕圈子 你的人生没错 对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要做的 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嘛 别老绕圈子嘛 我就讨厌人拿一道德 把那个都包起来 你能力想留在一个大城市 你自己去留 你想读言读言 想读本读本 干你自己该干的事去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可能 可能说咱们俩 谈恋爱谈了两年吧 三年 我对你沟通的比较少 我也可能说 有些怨恨 我不会去解决 我 我就是说希望 希望说 我能改变我自己的时候 我也说希望你能改变你 自己的毛病 如果你觉得能改的话 就是 还可以继续 希望好 我今天才知道 你对我有这么多的抱怨 就是三年了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时间也挺久的了 你对我的这么多抱怨 让我感觉就是 你们俩的未来 就一片黑暗 我也在考虑考虑 我们阴谋应该在一起 如何地走下去 谢谢两位年轻人 谢谢你们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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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爱你 你爱我 我不愿意好 包容你 好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我以后跟下包容你 你要多支持我 真的是我会以后 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真的 你放心我 我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好吧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请准备 我以后 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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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